Lio聊世紀 天氣天氣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伯冠地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王方選擇的文明 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擁有兵工廠免費黃金 就可以研發科技的特性 而且每研發一個科技 還可以獲得20塊的黃金 西班牙人他的火器的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像西班牙征服者火槍兵火炮塔 還有這個火炮 收集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西班牙人的後期也可以轉出遊俠 所以前期的時候也不能過度使用黃金 會造成後期遊俠轉不出來的問題 西班牙人他的後期打法 只要配西班牙征服者、遊俠、籍衣兵、戰毛兵、大漏馬 或是槍兵還有這個火炮 都是比較適合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也是他也有遊俠 但是他的遊俠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只有160滴血 他的馬舟科技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前期是比較更容易轉出遊俠來使用的 伯根地人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重裝騎士的關係 所以升到帝王時代可以馬上立刻研發遊俠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伯根地人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帝出一波流 那後期伯根地人的火槍跟火炮 也有這個傷害加成 所以他也很適合打火槍跟火炮 所以這一把對決 是一個火槍 跟火器文明配遊俠的對決 兩邊都是火槍跟遊俠都有的一個文明 所以我覺得這場應該是蠻值得一看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好那這邊看到西班牙人這邊是一樣 先吃這個豬肉 兩個人伐木 那伯根地人這邊是三人伐木 那三人伐木這邊呢就有機會去打這個棒棒開局了 那這邊可能要再補一個木頭 如果要來打這個棒棒的話 大伯應該會再補一個人來伐木 好看這邊豬肉有點吃有點忙喔 這個爪哇野豬還在一起吃 吃一下這個 好這裡還要繼續搞事嗎 要補下木頭嗎 看一下看一下 欸這邊這隻村民不知道去哪 看到這個羊 羊駝 那羊駝我記得日文好像是阿魯巴卡 沒記錯的話 為什麼這麼有影響 就是以前很多人在問 好卡魯巴卡 這位有五隻 好這邊兩個都是羊駝 好那看起來伯根地人這邊是要打一個正常封建開局了 那西班牙人這邊呢封堡時代 啊不是封建時代已經按下去了 那這裡應該也會先下個均嶼 當然不會打一個棒棒開了 這邊棒棒開局已經算是偏慢了 好 直接打這個赤猴開 可能會更是 但這邊有補房子 難道他有想法 欸 補房子的話就是要去按民兵囉 哈哈 而且還拉兩個人去幹 OK 好 雖然這邊已經慢了 原來這邊為什麼出棒棒會慢 是因為伯根地人這邊的時候已經可以馬上下射箭場 被防守住的機率是很高的 好這邊棒棒出來 黃金還差一點點 裝甲步兵 沒有要升 這裡直接果斷放棄裝甲步兵的升級了 好這邊來看一下 黃金地人這邊防守會如何 但這邊是打吃肉馬開局 好趕快過來先騷擾卡這一村 有機會卡死嗎 沒有辦法 後面趕快圍一下 好趕快把這一村給圍起來 下面這裡趕快逃 這裡沒有圍好 打吃肉馬過來打一下 好把這裡圍起來 好趕快挖金礦 好待會這邊要再補個房子 然後下這個採礦地 好右邊的射箭場已經補下去了 看來這一波裝甲還是有打到東西喔 趕快看一波這一波的壓制 哇這裡很麻煩 還有一隻槍兵在啊 好趕快轉一下射箭手 好這弓箭手 好打羊駝全部吃光 波紋地人現在肉量還蠻穩定的 就是缺了點黃金 他會可能再補一個人去挖黃金 好這裡弓箭手按到第一 欸結果這邊砍到了一村 這個是忘記拉走了嗎 還不知道怎麼被砍死啊 好波紋地人這時候點下了二級 木二級榮田 有點偷啊 但確實這個文明適合這樣打 好先趕快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這個經濟科技喔 這個經濟科技喔 是對他有利的 好波紋地人這邊是補下了戰毛兵 那這邊要優先攻擊對方的 這個步兵 這個槍兵先打 那這邊刺頭先過去給對方壓力 但這時候應該是五月差不多了 裝甲步兵可以爭取非常多的時間 起碼這邊是農得相當舒服 這邊繼續補 好到了五人挖金 好沒意外的話 封建時代大概就是以 博恩帝這邊以 一個人 的一個擊殺被結束了 待會城堡時代再來看有沒有更大碗的對戰 好這邊次頭上前砍掉了一隻肉馬 這邊交換起來就還不錯 好這隻肉馬有點被擺給血量 哇靠尷尬 兩個隻肉馬都殘血了 整體擺給啊 好燒到右邊這邊三隻裝甲步兵 又想再繞回來就去騷擾 好 攻擊手已經來到了前方 給 波紋地這邊更大壓力 好特別有隻攻兵助手 還不錯 好趕快先撤退一下喔 這個再繼續走下去可能會出事 好那你趕快圍 圍好圍好 打龍頭來說沒有太大問題 輸下了四級 這邊趕快再繼續圍 好這時候西班牙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而且有四個人挖死 他會上城堡應該還是會打個西班牙人征服者 這裏要不要補一個城堡呢 補一下祖金 使城堡往外開 城堡待會可以插到這個位置喔 當然第一根城堡通常是比較建議插在城堡中心附近 最好是可以守護到祖金阿或是石頭的位置 怪人是覺得守祖金會比較好 OK 果然在城堡中心的附近了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安全的出西班牙征服者 也不怕這個城堡會蓋不起來的問題 好那蘑菇地人升到城堡時代打的是奴兵 那現在奴兵打西班牙征服者是相對好打 因為現在西班牙征服者的遠方 減少了一點 唉唷這邊按了一個自爆兵 按錯了吧 為什麼要按自爆兵是要幹嘛 有什麼特殊想法 好西班牙這邊是升級很快喔 品種跟跑速馬上就點下了 夕陽來到了745滴血 OK 最重要的西針的兩個科技都有點了 好那這邊遇到西班牙征服者的博恩帝人 除了用戰毛兵奴兵 還可以用升旅喔 三個兵種會比較適合打西班牙征服者 這邊被槍掉 歐敏過來 結果是打下方個位置 按右邊移偶 好現在3TC趕快農 西班牙這邊也是農了上去 好射掉這邊赤猴 西班牙這邊想要繼續打前壓嗎 欸結果取消了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是要放棄用頭死了 好這邊火槍還是有一發一隻的能力 這個火槍可麻煩阿 好走進來 那又被比走了 還以為他要繼續往前升路阿 好後面這邊包夾有機會嗎 先射掉一隻僧侶 好又射掉一隻弓箭手喔 這樣弓箭手彈道學很準的喔 只要能掌握住西班牙征服者這邊的動向 就不會有被太射到的問題 那還是被跑掉了 好最後還是補雷工程器製造所 頭實測按了出來 那火槍地人這邊是繼續按攻兵 然後3TC繼續農 農法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結果這邊抓到了西班牙征服者 但自己也是損失了非常多的弓箭手 好這邊吸陣給的壓力非常大 3TC繼續農 好這邊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抓到呢 欸沒有 退走了 好推走了 這邊吸陣照理來說要回家喔 去補一下血比較好 血量太慘了 這邊應該要技藤的 去把這個血量給拉起來 好這邊看到 西班牙這邊是來蓋城堡 摩根地也蓋城堡 後面的吸陣數量來到了13隻 右邊的工兵數量有19隻 這邊應該是蓋不起來 但西班牙這邊蓋城堡速度有加速的 他有30%的建築 供著 射到了村民 哇兩隻 但居然沒有蓋起來 村民拉的數量還是偏少了一點 那還好消息是可以控住這塊黃金喔 跟這個石頭 他本來想要往前蓋喔 連他的主金都控住喔 但還好博恩地的人這邊是有 應該是有買一些石頭上去的 這可以有挖石頭 應該是直接挖了一根城堡 那博恩地的人這邊是補下了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補下之後 這邊就要來考慮帝王要打什麼兵種 現在這個階段打火炮雖然可以客製 投石側 但是火炮的話是不太好針對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喔 這個單位是移動速度偏快的 火炮很難預測成功 而且他只要一往前走個幾步喔 又可以射到火炮 所以現在地龍時代很難打 好 但博恩地的人這邊是決定要來打 申鋁了嗎 看來對申鋁有點想法 貢兵射氣增高打低還是有點傷害的喔 好 這邊投石車再拆除城鎮中心喔 工兵沒有繼續出 頂下了手推車 反而是優先點的經濟科技 出兵反而沒有那麼急 喔 選擇要轉戰矛 配上生旅招翔工程器的一個走向 好 那這樣確實挺省資源的 那地龍時代現在有這個時代上的優勢 巨型頭司機也可以趕快拆除這邊的神寶 好 正面有補力跟寶 但這個寶我覺得差的並不是那麼的 有用的感覺喔 就算抽了這個城鎮中心 感覺也不是非常的賺 好 這裡再補一根寶 好 這裡地龍時代移上 先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印刷技術趕快補 有 補了下去 細節兩邊都打好打滿 補下了化學 後方要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按火炮嗎 按火炮的話 待會兩邊巨頭互雜 火炮可以即時救場 所以大學要趕快補 OK 也補了起來 兩邊都是馬國遊俠 配虎器啊 好 最近投司機架了出來 兩邊都有巨頭 好 開始展出了更多的戰毛兵 三級色 待會找個機會補一下 好 補了 好 然後鬼轉槍兵 這時候伯地人可能覺得 是不是西班牙人有可能會馬爆遊俠一波 這個確實是有可能的 旁邊打的算是偏保守 沒有太多的激情交戰 好 這根寶應該是不保了 好 放棄放棄 好 丟了出來一台軍銀頭司機 好 這裡轉了一些軍銀 工坊慢慢提升上去 不光第一次沒有強弩的文明 所以帝王時代打戰毛兵確實是比較好 神黃金 好 這時候西班牙有想法了 來 看你出的是戰毛 那我就轉遊俠 好 後面補下了非常多的軍銀 竟盡在預防對方遊俠出關 好 那如果這裡有火炮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打過去了 但很可惜這裡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用巨頭反擊回去 有機會嗎 好 這邊要果斷放棄了 兵力暫時打不贏 那伯公帝這時候應該也意識到 你這麼久還沒有兵可以往前反擊 那就意味著你沒有其他兵力 應該是在轉遊俠 馬上就補遊俠 剛好 遊俠升級了上去 這時候遊俠的空窗旗 能夠讓伯恩帝人先行往前推進 這邊要不要先招工程器製造所呢 這個比較有危險性 他是先招翔大學 好 大學招翔掉了 好 馬鎧趕快先提升 三級馬鎧 好 可以點了 先補個三級馬鎧如何呢 好 三級馬鎧馬上補了下去 好 國文帝人終於出關 這裡趕快用堆槍兵 去趕快弄下對方的房子 好 光程器製造所全部著想 好 這裡想要來偷射一下僧侶 OK 看到後面他的本隊在後方 直接攔截後方的兵力 好 碰住石頭 欸 這邊巨型頭司機差點被抓掉 能夠跑得掉嗎 巨型頭司機 好 這裡槍兵繼續按 好 這裡槍兵繼續按 好 這邊巨頭差點被砸掉 好 這裡有三隻遊俠護衛 避免被這個 戰毛兵貼著打 好 最後是慢慢拆除外圍的建築物 好 西班牙開始提升攻擊力了 一攻二攻 戰毛兵也先升級 欸 結果伯恩帝人這邊 人孔已經滿了 好 村民處只有127村 現在槍兵一出來就被砰掉 好 這裡按火靠 但這個應該是要被拆掉 好 好 左邊遊俠硬拆 但伯恩帝人已經插起了 超級多的火砲塔 這裡火砲塔防守效果不錯 喔 打遊俠傷害很高 這邊 左邊蓋寫了萬里長城 看來伯恩帝人這邊不蓋城堡 轉蓋火砲塔壓制的想法 再來這本來應該是西班牙人虧去做的事情 反而被伯恩帝人掀手 然後蓋火砲塔 好 右邊這邊有些村民開始被騷擾到 西班牙人點下了霸權 增加下村民的傷害跟血量防御力 攻擊力來到了9點 然後血量80低 攻擊力跟防御力都有大幅提升 這樣村民隨時都可以拉出來作為一個極戰力 喔 左邊蓋火砲塔被發現 但這個有打得到塔下面的能力喔 這邊村民可能會準備射光 雖然有霸權拆火砲塔很快 那一直有帶修理的話應該是沒有辦法 拆除成功的 好 這裡趕快拿村民去打後面嗎 好 先來挖礦 但這一坨弓箭手有點麻煩 遊俠好像快要扛不住 好 帶有更多遊俠過來了 騎士衝鋒 哇 癡光 直接暴斃 直接暴斃 翹兵趕快來救援一下左邊奴兵 看到槍兵就直接先撤退 好 戰毛兵出來 好 現在戰毛兵三級射還沒有點 好 拆掉了一台巨頭 這裡巨頭跟火砲就是逃不了了 趕快再拆一台火 巨頭 OK 換掉一台還可以 哇 這邊遊俠 威瑟還是比較強了 欸 但伯恩蒂這邊也是馬上升級遊俠上去 看來要遊俠護撞了 好 還是兩邊的黃金地都要趕快控制住 西班牙這裡的附金是比較偏前面的 這裡一定要守住金礦區 不然西班牙馬上就要投降了 風光地人這邊的遊俠出來應該有能打一陣子 因為他的黃金庫存非常多 前面用了戰毛兵跟槍兵 換了非常多的資源 然後這邊開始繼續蓋火砲塔往前推進 給壓力 甚至可以把這個黃金空住也沒問題 麻煩了 西班牙人怎麼辦 好 這邊戰毛要趕快繼續按喔 戰毛數量點少 人口一摘卡 這邊趕快補房子 墊下了三級射 三級的蜂爐 三級跟 旁邊房子還在被拆 西班牙這邊瘋狂卡人口 好 這邊弓箭手直接撞上了 城堡 哇 這邊弓箭手直接撞上了 打到 能預判嗎 來不及了 好 轉換打左邊 右邊黃金我已經空下了 接下來來看空左邊的黃金 西班牙人的黃金數越來越少 左邊的實況區也被控制住 伯恩帝這邊一波 槍矛大反擊 打出了點東西啊 確實西班牙人是蠻害怕槍矛這種東西的 雖然他也有槍矛可以用 但他轉出來時間偏慢了 炸到一個搭的 又一發 哎呀 省失了很多戰矛兵跟弓兵了 沒有關係 伯恩帝這邊經濟也蠻不錯的 這邊用巨型鬥士機要想要往前嗎 但是遊俠就在這門口 看到了 趕快撤退 遊俠趕快來救一下 這個六百金 哇 這裡還有一台火炮 八百金 趕快手下八百金 最近從C架起來開始要拆除 右邊的火炮 補了一根城堡 兩邊遊俠對撞 看一下這一波 好 推回去 好 推回去 好 三個火炮塔 架起來了 好 三個火炮塔 推回去 好 三個火炮塔 好 三個火炮塔 好 三個火炮塔 勝利要不要遭響一下 哇 兩邊對撞 遊俠目前血量是伯根蒂稍微劣勢一點點 但是後面的火炮塔很建立起來 火炮塔應該可以幫忙輸出幾下 巨頭時機也在這邊架起來 兩邊巨頭架起來的畫面好奇怪 但是由於伯根蒂人這邊的槍兵數量比較多 把西班牙這邊的遊俠全部戳爛 遊俠最後是活了下來 剩下用火箱趕快去拆除 剩下的巨頭C 這裡只損失了一根火炮塔 這裡伯根蒂人反應相當技術 又獲得了一些優勢 巨頭架齊拆除城堡 前面的槍兵正在量產 戰寶兵跟遊俠全部集結在這個位置 槍兵也是喔 全力集結 但後方有少量兵在騷擾 這裡又有一根火炮塔 他真的到處開稿 當然西班牙被封鎖在這裡家裡 遊俠又再次往前貼上去 巨型頭司機還在拆除 周圍的建築物 西班牙人這邊經濟來到了緊繃 蒙地這邊黃金數量還有很多 肉也是很多 而且他有伯地葡萄園 可以去量產黃金 現在大約是四個生物在跳的 這個黃金量啊 這邊先回手一下 遊俠上前 這邊又位移囉 奇怪的位移 這邊沒有槍兵的關係 現在遊俠打戰盲兵效果非常快速 遊俠本身也是打得贏槍兵的 只要你覺得不虧的話 硬扛的話遊俠是打得贏 繼續扛繼續扛 遊俠直接往左邊噴 完了 這一波村民要直接拿村民來打遊俠了嗎 手撕遊俠 撥好吧 其實是西班牙也不太好吧 完蛋了 西班牙這邊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左邊的黃金雖然還在挖 黃金雖然夠 但是食物開始不夠了 遊俠有點難噴出來 而且現在所有的軍事產能 開始一直被拆除的關係 現在產能開始下降 國文帝人這邊趁勝追擊 把大量的槍兵跟遊俠送到城中心裡 直接決戰 哇 國文帝人這邊很偷啊 就算連三級防都忘記一點 還能打贏正面的大對決 應該是沒了 西班牙應該是GG了 好 手撕軍情投資機應該能收掉 好 這裡賣了更多的資源 買了更多的石頭 要來往前插火砲塔 這時候西班牙人打出了GG 國文帝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國文帝火砲塔 這個很有想法 蓋了兩棟城堡防守之後 全部轉用火砲塔防守 這個想法確實OK 而且國文帝人的遊俠後面也升級得很快 前面用槍矛前壓 給西班牙人征服者跟遊俠最大的壓力 等到對方轉出戰毛兵跟槍兵的時候 再轉遊俠也不會太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國文帝人拿到所有資源勝利 哇 這個經濟非常的好 西班牙人雖然前期有軍事的強力壓制 但是最後還是有國文帝人拿到經濟的優勢 軍事方面兩邊都是差不多一點多的KD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